今天咱做一道这个 黄爬鱼翅 在过去呢 这个传统赛里头没有这个黄爬这一说 就是极右爬 哦 就用极右爬制 现在呢 它有点这个 稍微有点改进 为了它颜色更加好看 加一点南瓜肉 爬鱼翅制作的过程当中 给它使用配料 嗯 啊 你想是使用即死 它就叫即死爬鱼翅 实际上三死就叫三死爬鱼翅 嗯 今天咱没有配料在这个菜 哦 那叫什么呢 那就爬铜田鱼翅 也叫荒爬铜田鱼翅 哦 就是这个鱼翅从下往上 全是鱼翅 原来这个鱼翅都得的顶弯 嗯 咱今天就爬一个蒸翅 咱首先也解说一下鱼翅 这个鱼翅就由水发鱼翅 嗯 这就是鱼翅 嗯 酥 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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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必须得用鸡肉 再就是鸦头 这个鸦头 它起什么作用 它就是在炼制鸡肉的时候 它给鸡肉几层色 它有层香 因为这里头还有鸦脑 它炼出鸡肉 它特别的鲜香 另外咱还需要有点轻动 轻动就是味道给它点出一下色彩 下面咱先把鸡肉 用葱酱和鸦头把它烤出来 这个开了锅以后 咱把锅火关掉 关掉以后 就把鸡肉放下去 烫一下 给它去一去脏性味 因为它是从脊肤腔提出来的 它有点脏性味 稍微一烫就行 但是提前 也得把鸡肉吸干净 这样它又干净 现在正式开始炼 对 咱加上一勺花生油 加花生油 务必要让它除油快 才就是不顶果 这个相当于一个银子 对 这个时候咱就可以把葱酱下起来 葱酱片 葱酱片下吐 同时下吐 老师 连这个需要什么样的火红呢 必须得总小火 不能火太大了 一开始的时候可以打火 因为它流入水 烤干了水平以后 你再得换小火 改个小火 小火 慢慢的烤 小时候再把鸡块剁到它 这个就是给鱼翅入味的 给鱼翅增香 闻见鸡油的香味了 对 里面还有虾的味 虾的咸香 一个小小的改进 放虾头 放虾头 它更咸更香 而且颜色好看 如果现在你光鸡油 它就没有这么晃 而且虾头老说以后 它可以炸虾糖 炸虾糖做菜式 或者你炖个豆腐 大个鸡蛋烫都可以 所以说咱这个卤菜做菜 就没有浪费了的东西 对 对 这个最大可能的 做到要 原菜无聊的合理利用 无尽其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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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无尽其用 一定是合理 不合理也不行 切记一点 就是熬这个鸡油 一定不要熬锅了 烤一会儿就行了 最小的火 好 好 这样就行了 不过等着这个葱叫了 葱叫了以后 它香气没这么浓重 嗯 我觉得这个剩下的 炖个白菜什么的也挺好吃 这个熬汤 熬出汤来堆 不能用这个堆 好 这就是炼出来的油了 对 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香了 嗯 鸡油 因为这里头就不用下葱酱了 嗯 把鸡块儿稍微扁扁它 好 那这一步就是给鱼翅要入味了是吧 哎 对 嗯 那咱要编上一个什么火红呢老师 把它编上发了败 没有血了 现在 这个鱼翅呢 它这里边 你看这一块能吃 啊 但是它里头有芙蓉 嗯 嗯 再需要把那芙蓉把它嗅到去 不嗅到去以后它有鱼味 啊 你看这就是芙蓉啊 我们这个细节啊 它决定成败啊 嗯 如果你不嗅到去以后 你吃到嘴里 它就喝那种卡拉味儿似的有些 啊 它一般是在鱼翅的这个根部啊 哎 根部 它一会有芙蓉 好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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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鸡块编好了 咱把它撑到仿居吃这个盘子里 加上这个 炸过这个葱姜 加上葱姜 加上葱姜了就 对 加上清糖 哦 这个是鲁菜的灵魂 对 这个糖加多少呢老师 基本上 嗯 摸过来去 好的 哦 再加点盐 特别加点盐 百味之母 不加些性哈 味精哈 因为它有清糖 嗯 够了一点哈 嗯 就搬个坑 啊 整大约二十分钟哈 这个整的实验长短 你得看那个鱼翅 嗯 发的火口怎么样 因为这个这个鱼翅 你发的一样 到火火口的 嗯 就不能整的这个实验太长了 明白了 让鹿鹿味就行哈 整透了鹿鹿味就行哈 好 好 这样让它整二十分钟就行 咱时间到了哈 好嘞 这入味就完成了 好 把铜姜剪出去 对 鸡块也剪出去 现在把鱼翅起出来 好 等一下 这一趟鹿鹿不要 把它切 切了它哈 有没有鹿鹿鹿鹿的 这油哈 这个葱姜起油哈 嗯 这个时候咱讲上南瓜肉哈 南瓜肉哈 南瓜肉就是把南瓜蒸好就行 对 然后你再把南瓜肉焯香 焯香它又加清糖 就行哈 这个糖要加的多一点哈 好 这就行了 这个时候咱需要给它烤一口 两勺 葱姜了酒 两勺葱姜了酒 两勺葱姜了酒哈 嗯 先烧加一点盐 好 再来点盐 嗯 再给它加点笔形哈 一定要烧焯 有半克性哈 嗯 因为这个清糖它又挺咸 这时候可以尝一尝 一定要尝一尝哈 定定口 定口 再来点盐 定口主要就是定咸淡啊 对 这时候它可以苟芡的哈 勾一个趴菜的芡 对 苟芡的时候画一个小一点 爬芡一定要浓一点哈 哦 这样先了 先了以后咱们再给它讲油 再来油 再来油 这个菜的油硬的要大一点哈 嗯 知道说明它下去 因为厕子都整烂了哈 嗯 这时候厕子的原因是什么呢 害怕它妥随哈 哇真漂亮 再淋点儿机油 油硬的要多 希望这个汁 容稠度 漂亮 用刮多了 刮不住再来点 这时候还不一量就不行了 好 这个爬芡一定要大一点哈 哦 再来点青豆 点贵点贵 这青豆都是煮熟了的 咱今天这一道 传统与现代结合的黄爬鱼吃 就做完了 这个菜的特点呢 色色淡黄 口感呢 咸香 特别是突出的那种 葱香和鸡油的那种香 再就是什么呢 这个吃这呢 一定要 软 烂 还得有点炭 做好这道菜呢 这个鱼翅一定要露低味 再就是什么呢 这个起油烤的时候 葱香味一定要弄 再就是芡汁 也是 它比一般的菜肴的芡汁要浓厚 它要在这个菜上要裹多 要利明油 一定要汁要亮 要弄 明白 这个菜的制造料点 就介绍到这里 这个 谢谢大家收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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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